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灵溪 首先一起来关心今天5月2号星期二的重要新闻 国务院针对欧洲地区发出了最新的旅游警告 提醒美国公民在前往欧洲时 应该了解整个欧洲地区都持续受到恐怖攻击的威胁 并且提高警觉 在国务院的这份旅游警告中 提到最近在欧洲几个国家 像是法国、俄罗斯、瑞典与英国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并指出伊斯兰国与凯达恐怖组织 有能力在欧洲计划与发动恐怖袭击 国务院提醒美国旅客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的旅游地点 包括商场、政府机构建筑、酒店、夜店、餐馆、宗教礼拜场所 公园和机场等 国务院曾经在去年冬天节庆时间 发出类似的旅游警告 但是那项警告的期限只限至今年2月 国务院官员表示 这次并不是因为收到特别的恐怖袭击警报 而发布旅游警示 只是希望提醒美国民众 在暑假旅游旺季开始之前 要注意欧洲依然存在着恐怖威胁 这份最新的旅游警告到9月结束 川普总统表示 未来10年将投入1兆元在建设基础设施的计划 他同时也指出考虑调涨燃料税 以筹措相关的经费 川普在接受CBS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基础建设计划已经大致完成 未来2到3周之内将会正式公布 其中包括道路、桥梁、能源设施与网络等 他并以中国的新建道路与机场为例 展现他心中所想要的基础建设 川普表示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成果非凡 但美国却好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落后 在川普稍早已经签署的行政命令当中 他将邀请政府官员、业界人士与学者专家 成立美国科技委员会 并预计6月份将邀请矽谷重量级人士到白宫商议 此外川普在接受彭博新闻采访时透露 他必然会考虑调涨燃料税 以用于公路建设所需的拨款 联邦政府上次调涨燃料税是在1993年 现行燃料税为汽油18.4美分 柴油24.4美分 如果这次美加仑汽油调涨35美分的话 经过通膨调整计算 未来10年政府将可多出4736亿元税收 法国总统候选人乐宠昨天在发表一场演说之后 被媒体爆出他疑似抄袭 在第一轮大选中落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费庸的演说 使得乐宠在7号第二轮的投票之前形象重挫 英国每日电讯报特别制作了 旁龙和费庸演讲雷同的比对影片 并在报道中指出 费庸于4月15号发表的演说 主要是在讨论法国国界对于法语 以及21世纪法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还引述了第一次大战期间 法国总统克里蒙苏的名言 而旁龙昨天也讲述了 法国渊远流长的历史跟西欧的关系 并且也引述了一模一样的名言 旁龙所属的极右派国族阵线 富党魁·弗洛里安表示 国族阵线承认旁龙的演说 跟费庸之前的演说很相像 但便称这只是他对费庸的演讲表示认同 以便对法国的国家认同 做出真正的讨论 法国即将在7号进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 从中间派的马克宏 以及极右派的旁龙当中选出总统 原本旁龙的支持率就落后于马克宏 虽然第一轮投票后 旁龙的声势有所提升 但最新民调显示 目前马克宏的支持率仍高达6成 而外界也认为旁龙涉嫌抄袭事件 势必影响到原本就已经吃紧的选情 继续来关心一下本地消息 湾区捷运巴尔特当局证实 警方已经逮捕了第二位 涉及上个月底捷运列车 集体抢劫案的青少年嫌犯 捷运当局表示 奥克兰警方在4月28号傍晚 与东奥克兰逮捕三名 涉嫌街头抢劫并驾车逃离的少年 其中一人被警方认出 是在捷运抢劫案监视影片当中 出现过的青少年 这起捷运集体抢劫案 发生于上月22号 有40到60个青少年 在奥克兰体育场 涌进一辆开往Dublin的捷运列车 抢夺乘客财务之后 立刻下车逃逸 总共抢走车上乘客 5只手机 一个旅行箱和一个钱包 另外有至少两名乘客被打伤 当局在调阅监视录像带后 锁定多名嫌犯 并且在上周五 逮捕第一名青少年 但是稍后已经将他释放 第二名被捕的青少年 则被拘留 并且将被控犯下 两棋抢案 加州财政厅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加州新屋新建数量 持续增加 但是仍然供不应求 加州2016年总人口上升至3950万 共增加33万5000人 去年加州新建完成了88562户新屋 而加州人口则增加了33万4578人 也就是平均每3.78人 有一栋新屋 经济学家表示 如果要维持住房成本不攀升的话 这个数字应该要和平均家庭成员数量 大致相符 截至今年1月1号 加州平均每户大约3人 因此加州还需要再增加 23400单位的新屋 湾区方面 湾区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除了中半岛的Menlow Park之外 几乎都是住房可负担性较高 房源较充裕的郊区城市 包括东湾的Lublin Brynwood 以及Hercules 北湾的Real Vista 和南湾的Gilroy 城市规划局表示 Facebook总部所在地Menlow Park 去年人口增加1900人 增幅5.5% 目前人口35670人 是细股极少数 可以做到住房供需平衡的城市 另外 南湾San Jose去年增加了将近1万人 在加州仅次于洛杉矶 圣利亚哥和Earvan 但是增幅不到1% 略高于加州平均 直栏NBA技后赛西区第二轮 昨晚正式开大 圣安东尼奥马次队 在主场优势下 被休斯顿火箭队狂轰22级三分球 中场火箭队以126比99 大胜马次队 在客场夺下了关键的第一胜 来看优势体育的综合报道 昨晚火箭队的三分外线神乎其神 全场50投22中 创下本队历史的季后赛新纪录 全队则有6人得分上双 上半场火箭队就取得了69比39的大幅度领先 马次下半场虽然投进几颗零星三分球 但是还无法做出有效反击 中场马次以27分之差败北 爆冷输掉了在主场的首战 东区方面克里夫兰骑士队 与多龙多爆冷队的第二场首轮比赛 骑士队巨星LeBron James上场41分钟 攻下全场最高的35分 10个篮板和4次助攻 帮助骑士队以116比105击败爆冷队 在系列赛中取得一胜领先 这场比赛是LeBron James职业生涯 第88次在季后赛中单场至少得30分 和Kobe Bryant并列史上第二 仅次于Michael Jordan的109场 此外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92次 在季后赛搅出双十 追凭Charles Barley并列史上季后赛 双十排行榜第12名 至于弯曲球迷关注的金钟勇士队 今晚也将进入第二轮首场比赛 主场迎战犹他爵士队 勇士队球员状况都相当不错 但是总教练Steve Kerr因为被捕救伤复发 继续在医院接受治疗 因此今晚他将再度缺席 继续由助理教练Mike Brown领军 Steve Kerr球员时期曾效力包括 芝加哥公牛队在内的多个球队 总共拥有5枚总冠军戒指 也是NBA球员职业生涯平均三分球 命中率最高纪录保持者 上个赛季他也曾经因为 救伤复发动手术 由当时的助理教练Luke Walton代理 而Luke Walton也因为 在此期间表现优异 赛季结束后被洛杉矶湖人队 网络担任总教练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